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走得很突然 操勞了一辈子 只留下一处房产 二哥的女儿在独演 不常回家 喜欢安静 需要着保护 三弟的儿子在恋爱 女孩挺漂亮的 外地人 他没有别的要求 只想在北京有个自己的家 我呢 我老婆娶你瞎挂慢 我差点是摔坏了腿 一家人寄在九米的小房里 哎 一边是哥 一边是弟 老婆催着 孩子求着 你说怎么办 你说怎么办 我怎么办 你说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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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们说 这个家还要不要啊 怎么搞的 为什么会这样 我也不知道 山明突然下了整改通知 说我们节目恶俗力 和导向都有问题 让我们听起整改 可是我们的节目收视率 不是一直很好吗 可能就是因为太好了 引起上面关注 不过霍总 说实话 我确实觉得我们 有几期的节目 有点问题 那相亲的女孩抬自缩了 确实过了一点 一听对方没钱 马上按插 严重的价值观就去 你既然已经认识到了 为什么不早跟我说 可观众愿意看啊 别骂别看 别看别骂 就是有声势力 咱们拼的不就这个吗 喂 哦 罗总监 没事 好 马上过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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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说男生女生对对碰 被停气成崽了 怎么回事啊 让你不幸言重了呗 上面说了 一味地只求收视率 却忽略了节目的本质 这样的节目 收视率再高也得下谈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罗总监跟我说 说你们就不能做点 利益高尚点的节目吗 小婷 我觉得你现在 是走进一个误区了 你在想当然地认为 观众喜欢看什么 其实那些好的积极向上的 利益新颖的 观众不见得就不喜欢看 大家的价值观 都在经测着考验 可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这样的 不要听 你也别着急 我觉得你现在 应该静下心来想想 这个节目应该怎么整改 其实现在的盛男生 真的面临责我很难的问题 你要改变你们的思路 提高你们节目的利益 我觉得办一期真正地 为他们着想的相亲节目 不见得就没有收视率 你说这些话 是从网上铁拔抄下来的吗 这什么态度 你能说得还不错呢 我跟你说 我自从拿了什么 年终收视率大奖之后 我真的觉得自己天下 会高准 这下好了 不过也挺好啊 给我敲了一个警钟 让我彻底地清醒 嗯 上网上铁拔抄下了 他也会购买了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一个人啊 我一个人 你还希望有谁吗 没有 没有 你找我有事啊 那个前两天高欢那个电脑 中病毒了 我怕把你电脑也传染了 不行 今天那个有时间嘛 我过来给你电脑 下个杀毒软件什么的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关心我了 这应该的嘛 上楼吧 这车停得挺霸道 小哥 现在跟林子发展人怎么样 前天你们都看见了吗 没看见 不是前天你没去新天地吗 没有啊 我真没去 好 那可能 是我看错了 那个 那小娘最近给不给你打电话 我上次不是告诉你吗 是 那是 她挺崇拜你的吧 一旦 她给你打电话啊 你帮我劝劝她 说说好话 你放心吧 只要她跟我联系 我肯定跟你说好话 张哥 你说 那怎么那么多女孩喜欢你呢 行了吧 你就别给我戴高帽子了 没 这怎么是戴高帽子了 就那个 没有那个女孩在你家楼下堵着你呢 堵我干吗 我又不是什么明星 浅规则呗 你说什么呢 有病我开这种玩笑啊 真生气啊 我那不是羡慕你吗 你假如说我是你 电脑弄好了 那不是 让你重视一下 再看看 你先等会儿啊 你先等会儿 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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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在这儿签上你的名字 同学 请你签一下你的名字 签起来 刚刚 同学 你还没签名呢 我替他签吧 大爷 那也行 环 我回来了 韩国有好职场 我心里不轻松 我需要你来解释一下 我会不会这样 你不会成功 我认为你 你会在这里 我会有很困难 我准备和不安 可是你和我一起过来 我会在这儿 幸福和平地 我真的想要你真正的 我想要你真心地 我曾经跟你一起过 我曾经一样 我曾经过的寂寞 我一切的寂寞 我真的不能在一起 真正的爱 我现在要回到韩国 我现在要回到韩国 我现在要出生的地方 我们会选择 我们会选择 中文中的 我们会选择 你会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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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向你道歉 高官 帮我用韩语洗封情书 你用干嘛 我跟你们说啊 这批先生里有个韩国留学生 长得特别帅 跟袁彬似的 姐们可描上了啊 帮我写封情书 告诉他 姐们正惦给他 你意不会写 你不是这方面 比较有经验吗 什么叫我有经验 哎呀 哎呀 你又发话痴了 有此跟你说啊 这个外国留学生 可抠门了 你就等着倒贴吧 倒贴就倒贴 高官不是也倒贴过吗 有时候啊 倒贴是种幸福 再说了 你想让人倒贴还倒贴不了呢 是吧高官 你们俩那边说去行吗 啊 还让不让人吃饭呢 怎么了 欢欢 你是不是跟安家去找架了 无不无聊啊你 你们该干嘛干嘛去 你在这儿找我烦 哎 你让人该甩了 别把钱撒我们头上啊 别把钱 你说谁被甩了呀 啊 你呗 你瞧你 满脸上就写了俩字 气腹 别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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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官 你这是怎么回事 宋老师一直说你是班里 最直输打理的学生 你怎么能在学校市场打架呢 女孩子打架 你不先丢人吗 高官 你这是怎么回事 上课上课走神顶撞老师 试堂试堂打架 拿堂破同学 这幸亏不是这堂 不然后果多不好啊 你又不是小学生了 怎么 你开除我吧 你说什么 我说让你开除我 高辉 你什么态度 你在学校试堂打架 我还不能说你几句了 你就这样了 你是不是受了什么刺激了 你要么就开除我 要么就别管我 你今天的情绪不对 我不跟你谈了 这样吧 你先停课休息几天 回头我再找你谈吧 现在孩子都是怎么回事 这么能回 我管得着了 是你跟高飞说的吧 你说什么呢 如果不是你说的 他怎么知道月小年 在楼下读我呀 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不是说你不关我们的事吗 为什么还在背后给我使绊子 我使什么绊子了 你要不做那些缺德事 我想使绊子我使得出来吗 我做什么缺德事了 我做什么缺德事了我问你 得了吧 我眼睛又没瞎 葛欢 你口口声声说 我管别人事管得太多 可你呢 你少管过我的事吗 如果不是你说的 难道是我跟高飞说的 月小年跟高飞说的 你是不是特希望看到我跟高飞打架 你心里舒服是吧 你要不想让我住 你要怕我知道你的事 你就直说 你不用扣这么大帽子给我 我还不惜戴住你这儿呢 你爱住不住 省着你跟一个天天做缺德事人 住在一个屋里 行 走就是了 这是你家钥匙 给你 去 徐律师 明天就要开庭了 你说咱能打赢吗 哦 这个呀 只要你姐能出来作证 证明这个房子是留给你们的 剩下的几率就大 不过 时间可能会拖得久一些 拖多久啊 一年半才吧 这么长时间啊 是的 明日官司 就这么麻烦 这得耽误多少时间 少挣多少钱呢 快要回来了 你还真把这当旅馆了是不是 啊 家里最近打官司你不知道啊 家里的事你怎么一点都不关心呢 真是的这孩子 哎呀人家徐律师还坐这儿 你这是干什么呀 不是你看看他 你这可哄着点 那花花你这去哪啊 这你不是在药厅那住庭啊 你这去哪啊花花 花花 肯定是耳朵轰出来了呗 你真有本事你就别回来你 人家一轰就往家跑 说你两句一往外跑 你真有那本事你自己买房子住去 你真有那本事吗你 不是你 你就少说一句 你这是干什么你这是 走走走 你怎么还说我呀 你看这孩子什么什么态度 心门连生妈都不会叫 不是啊花花 我看那个花花的脸色 不太对回国有出什么事 你出什么事啊 就让霍耀婷给赶出来的 不行不行我打个电话问我姐 就你事多 徐律师 咱俩接着聊这事啊 没问题 您别见笑啊 哎 行 回头我问问啊 哎 二哥 这还没说别的事 就问他们家高欢的事 高欢怎么了 他就问呢 是不是那个霍耀婷和那个欢欢吵架了 然后把欢欢给轰出来了 轰出来了不会啊 嗯 对 他到底是什么人 你问问问 这这我我我打开 你拨 我跟他说 哎 儿子 欢欢怎么回事啊 啊 刚才你二舅来电话呀 说你把欢欢给轰出去了 怎么回事啊 没有 我就 我就是心情不好 说了他几句 可能话说得有点重吧 你干嘛对人家说话这么重啊 你一个当哥哥的 他是妹妹 你得让着点他 听见了吗 好 我知道了 明天我去学校看看他 那孩子心重 别再出点什么事 听见了吗 嗯 我知道 先这样啊 挂了吗 嗯 那我挂了啊 没什么大事 要停啊 说了欢欢几句 那孩子气性大就走了 你说咱们家真是 我为了这几个弟弟啊 抛心挖肝的 也不落好 现在连儿子也跟着一块 为了他们这几个孩子 上赶着哄着他们 你说咱们家累不累 打家庭课 光是在时常打架也就罢了 这系主任呢 说他几句他就顶几句 还说什么 要么就开除他也无所谓 我们不知道他怎么回事啊 觉着他有情绪 就让他先回家休息几天 回家 哦 哦 学生宿舍紧张 这北京的学生不让留宿 怎么 他足够没回去吗 没有 老师给您添麻烦了 我先走了 谢谢 表哥 哎 什么不把你给挂这儿来了 别偏 啊 高欢呢 我 我不知道啊 不知道 高欢没找过您 没有 他找我干嘛呀 骗我是吧 没有 真没找过我 别吼吼 表哥 爸 他 他找过我 他昨天找过我 人呢 他不让我说他在哪儿 我问你人呢 我临时帮他租了个小平房 你临时帮他租了个小平房 是吗 说话 我说你脾气挺大呀 到底怎么回事啊 没事 没事你在学校跟老师顶撞 跟同学打架 怎么跟小孩似的 一点长不大呢 我要真是小孩的话 那就好了 到底怎么回事啊 跟你没关系 你不用跟我这儿多管心事 不是 你要不是我妹 我才懒得管你呢 昨天现在我心情不好 话说重了 我回去吧 我用不着 包小婷 你别摆出一副 诗人的样子给我看 我高欢不需要任何人可怜 你也不用假惺惺的跟我道歉 不是个混 你要是一直用这副面孔 仇视社会的话 你迟早得心理病 你才得心理病 我没收拾社会 我就觉得 人有事活着挺累的 你这不叫消极吗 你别跟我说了 这儿又不是你家 你有什么资格说三道四的 你先去给我走 你要不走我骂人了 我高欢你没有用点良心啊 哎 滚 滚 你怎么不听说我高你 走 高欢 我才懒得管你呢我跟你说 什么孩子 没收拾社会 我就觉得 人有事活着挺累的 好 安家旭毕业了 我去问过他们宿舍的Erik 他说上一个月 安家旭就毕业回国了 高欢知道吗 应该知道 高欢去找过Erik 还有 还有什么 还有就是前天高欢收到 一封从韩国来的信 当时看完情绪立马就不对了 然后上课的时候 就和老师顶嘴 他和小田在食堂打起来了 我本来想问问他到底怎么了 但是他就是不告诉我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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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父 祝您永远 身体健康 什么意思啊这是 您拨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您拨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请稍后再拨 对不起 等 老大 我问你啊 那个 你跟欢欢在一块吗 没有啊怎么了 我刚刚收了那个 欢欢一个特奇怪的一短信呢 说什么 是我身体健康 我觉得不对劲啊 坏了吧高欢要出事 啊 还不是因为感情的事吗 我怕他想不开啊 不用 我现在去找高欢的路上 你去通知我妈干扰这儿啊 好 走 您好 我讲怎么老实站线呢 老实打不通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 要不就没关好 要不就包电话粥呢 徐律师 不 我姐她最近根本就不接我们电话 是啊 所以看来这情况今天她肯定是不会去了 那就以后再说 以后再看了呗 但徐律师 你觉得如果我姐不出庭的话 是不是对我们有什么不虑 你一上午 我这电话一上午了 你待会见面不就知道了 你废话 我不问问清楚 不 这不第一次上法庭吗这辈子 谁是第二次 徐律师 对啊 你说她 如果她出去做庄对不对 这都好说 但是现在我姐是这这这态度也 怎么回事啊 你们家这个电话都见不通 我姐来 没打不进来 我还以为你们没挂上 没挂好呢 姐姐夫你们来了太好了 你们是要跟我们上法庭吧 姐太好了只要你能证明 爸有那话说那房子是给老二的 我们要什么呀 这我们要什么呀 闺女都要出事了 你们还在这弄房子的事呢 不是 欢欢怎么了 你们这张大人啊 欢欢最近失恋了 你们知道吗 今天早上给我来一个 莫名其妙的短信 跟着就不接电话了 刚刚要求人来电话 说欢欢不见了 我我我姐夫 不见是什么意思姐 我闺女是不是有亲生的人 这孩子心思重你不知道啊 我是怕他这次第一次谈恋爱 让男朋友给耍了 我怕他想不开寻短剑去了 我怕他想不开寻短剑去了 你快走啊 黄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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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在这边呢 黄黄 你走啊 except不起 我的声 demand 还不忱 不要我 我知道只 прос一lichkeit 我 embarrass someone 现在一个女婚人 你们现在想一固件入断 WHu 你说見て 骵然要出点事 我今天才不找着 这是什么事 mucho 帝妹 别着急 我跟你说 钥区已经去找了 我们现在分头 去货房地盛出这地方找 听见吗 是不是穿钥匙呢 不是 我νο 弟妹 我跟你说 你现在和大秀 在家吃电话 哪也不要去 万一火火要回来呢 我现在去怀来 去找大伯 让他们奔头去找 姐夫 你怎么把我带过来啊 不要了 慢点你 小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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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了啊 那个 我再交代一下啊 说 就一会儿进去之后啊 法官肯定让咱们庭外和解 咱就说 调解过了 但是和解不了 必须诉诸法律 明白吗 哎哎哎 哎哎 那蓝大我 我怎么看着郭辉 我这腿肚直转转 你今天这心脏苍苍的 我 哎呀你别说了我也是 一会儿大伯给你们去 我回去吧 哎哎别别别你别回去啊 你要不进去我就更不敢进去了 那我这也 没事 嗯 大伯三伯 怎么 怎么呢姐夫 姐同意出庭做证了 哎呀还做什么证呢 我跟你们说啊 二国今天肯定来不了了 他凭什么不来呀 怎么了 高欢可能要自杀 现在药亭正满城找他呢 今天这官司肯定打不了了 另外最重要的 大家赶紧去帮着找高欢 哎大伯 赶紧给高飞打电话 让他去帮忙找 哎哎好 我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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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我不容易定下的开庭日期 这一拖延呢 不知道要拖延到什么时候 弟妹啊 你要这么说 我可就不爱听了啊 高欢出这么大的事 咱得有点同情心吧 行行行行 少说两句话 别说什么了 这说的这不什么呢 我行了行了行 兰子啊 这么着吧 你啊赶紧跟大伯 你们上二国家去 看住了大袖团王红 我怕他们俩出事 赶紧去 行大伯 咱俩先去 你这小子不先点光 赶紧看住了啊 知道知道 知道 我 我们俩怎么呢 你们俩叫上高兴 赶紧去找高欢 听听吗 行 你赶紧给律师打个电话 告诉延后开庭 我给高兴打 赶紧快去 赶紧的 啊 高欢呢 小欢 弟妹 弟妹 别哭啊 别急 大家会不会出去找着了啊 没事的 我 我 我 别急 弟妹 大佩啊 你今天在哪儿呢 不是 你 你的项目的什么呀 打地 打地 没事 打地 那个 你让二婶说了 说那个荒冠平时喜欢看书 到几个书书店找找 对对对 妈妈 妈妈真是 你让孩子出点什么事了 老天爷呀 只要我们回来了 我什么都不要 这房子还可以去开 我们只要一下子在一起 就出大马路都行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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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妹 弟妹 妈 妈 你确定高欢喜欢到这儿来的吗 我以前老龙在这儿碰见他 小孙子我找了 弄去那儿啊 弄去那儿啊 没事的 没事的 小佩 小佩 找着没有 你别挂啊 你别挂 爹 那高梅找了好几间书店了 就没看你慌慌 姐 就去看药亭那边了 不是 弟妹啊 那慌慌平时还愿意去哪儿啊 不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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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别歪歪的了 赶紧去找吧 我这个在哪儿啊 你是找我 你好 你是艾瑞克吗 是 你认识高欢跟安家迅吗 安是我同屋 皇室的女朋友 我们经常在一起玩 你知道他们是怎么认识的吗 他们是在一个 我已经有认识 但是只有高欢会讲汉语 安家书就和他十分亲近 后来他们就 在一起了 你还记着他们 见他在什么地方约会呢 好像是在 什么小 小百合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哎 表哥 东郊小白河 什么 我说高欢有可能在东郊小白河 东郊小白河 你赶紧过去 我早晚上那走了 我怎么过去啊 你打车过去怎么过去 不是 我是打车那种没钱的兜脸 你找到我不就有钱了吗你 你猪脑子呀 行了 我知道 我知道 爸 我表哥给我打电话了 说那个高欢在东郊小白河呢 是啊 行行行 你别废话了 赶紧去吧 哎 姐姐姐 找着 找着了 说是在东郊的小白河 现在药亭和高飞正往那边赶呢 是吧 我天有眼啊 好了 好了 给 给你姐夫和三国打电话 让他们也赶紧过去 好 姐 告诉二国 快去到车了 这样还快开关心 那太不好玩了 这事了 你呢 给我赶紧过去啊 你自己快点 给我赶紧上一桌了 这事了 你你怎么能撒紧上一桌了 你怎么撒紧上一桌了 你怎么撒紧上一桌了 几句海誓山盟的话 玩几把浪漫 他就吵你众生伴侣了吗 老婆 你别管我了 我觉得自己特别可怜 你特别可悲 你也走了 还嫩去影票我了 没有人再要我了 你就让我走吧 我想爷爷了 我去找爷爷 高欢你听我说 你别做傻事高欢 高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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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 我好坏你啊 妈 妈今儿生平第一次 觉得老天爷对妈真好 妈你给送回来了 送回来了 你坏坏的 千错万错都是妈的错 以后千万不能这样了 天下没有还好 千万不能再这样了 千万 师父 什么不好还外 我给你以后改了 师父 我给你以后改了 是 是 黄岸 哥今天必须要说你两句 那么大人 有些道理你应该明白 人不能只为自己而活 也要为你的朋友 为你的亲人而活是吗 你以后 快吓死我了 答应我 要不要再这样 不哭 你不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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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昏是女孩 心思中想得多 在感情方面 你们也多关心关心 啊 以后什么事往宽住想 没有过不去的 知道吧 你看你今天 把全家人给吓得 不是没有人关心你 是这段时间 家里面太忙了 顾不上你了 是不是 以后你也是大孩子了 要多体谅大人了 知道吗 那你们也该休息了 我们就走了 大家都散吧 好 等等 等等 姐 还有这个官司的事呢 妈 说什么呢 什么官司不官司的 您什么时候去 回头再说啊 也是啊 欢欢这时候 我说你们官司的事 二哥 那你们休息吧 放心吧 放心吧 孩子回来就放心了啊 要听话了啊 大孩子 大孩子 快点啊 我们走了啊 谢谢 下鸡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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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姑 那个 我还要晚的鞋 我就先走了 大姑 怎么着你们俩 杀人不过头点地 想逼着人一家子都死啊 不是姐 这没有啊 姐 谁知道的突然发生这种事呢 姐 高欢自杀又不因为打官司 他是情感上受到欺骗 不能甩了 这跟官司没关系 怎么没关系啊 要不是你们这么折腾 人两口子能连孩子都顾不上啊 姐 您要这么说 我们就太冤了 反正我该说的都说了 你们看着办吧 三国哥 这高欢自杀 怎么能怪我们呢 弟妹 这什么时候 你是你还掰着这个 行了 不说话 没人把你当假了 哎呀我为什么呀 我为什么呀 我还不是为了 为了老高家的房子呀 弟妹 现在我们老高家人 有人要自杀 你说是哪房子重要啊 还是人命重要啊 走了走 走走 怎么全臭我来了 高欢自杀又不是我弄的 那闭嘴吧 我什么事 我什么事 那二国能饶得了你跟老三吗 瞧瞧你们真闹着这出事 差点都要了高欢的命啊 这没想到吗 这边一打官司 那边高欢就要自杀 看错了 庆幸的是高欢没事 你就是万一高欢真有什么事 那二国 能饶得了你跟老三吗 行 别说了别说我这烦着呢 哎呀我去 大伙啊 你就听我一句 咱不告了 啊 这老三他要愿意告 就让他自个儿折腾去 咱们就踏踏实实过咱们的日子 行吗 不是 你这么说那房子不要了 哎 不是房子不能不要啊 这房子真不要 小年真能跟我分手 到时候他嫁别人我怎么办啊 我就得跳河了 这孩子你忒不懂事 妈你别看那个高欢自杀 你就心软好不好 大飞 你怎么能这么没有人情味啊 你要再这么闹的话 那跳河就你办我了 你说你今天你怎么这么多花啊 平常挺聪明的一人 你说今天你怎么分不清形势呢你 管死管死管死 你没完没了完 那大哥都服软了 你跟这起什么哄啊 那万一姐生气了 那偏向二国那边去了 那官司还能赢吗 那够屁也捞不着 那犯啥你就 看你才傻呢 一听到高欢出事了 就乱了正脚 你敢保证 这不是一出苦肉计 不是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别怪我把人想的太坏了 韩律师可说了啊 这次打官司 二国是背着咱们占的房子 没有胜算的可能 姐又不表态 如果二国他们两口子利用高欢 来这么一手 让我们心软了 放他们一马 这房子就真的归了二国家了啊 平安你 你就是把人家想得太坏了 你呢 这种结果眼上 多留点心眼没坏处 行行行 就算你说的是对的 你有证据吗 我没证据 没证据你说你胡说什么呀 我是没证据 可是我觉着蹊跷 如果二国两口子 真的利用高欢来这么一手 他们就太卑鄙了 你今天你也看见了 你看看他们仨哭成那模样了 那能是假的吗 好 就算是真的 你打算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告还是不告啊 这这这我回头我再想想 这有什么可想的 告 接着打官司 不告 那就眼看着这房子归二国他们家 多简单的事啊 还要想 那我总得跟大国再商量商量嘛 好 好 好 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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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贝